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炬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我们首先来关注金融市场的动向 著名经济学家大卫罗森伯格警告说 当前的牛市由被动指数投资驱动 投资者若不重新平衡资产 将面临巨大风险 他指出美国市场目前估值过高 未来的熊市可能会引发退休危机 这对许多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警钟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的TSX指数 该指数本周下跌了0 百分之三代分之4.41 一些股票已经接近技术买入信号 另一些则处于超买状态 这些数据对投资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最后我们来谈谈科技界的新动态 Shopify推出了一系列新的i工具 旨在提升商家的生产力和效率 这些新功能包括个性化回应客户邮件的i工具 和i驱动的产品分类工具 这将大大便利商家的日常运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Globe and Mail Dave Rosenberg在文章中警告 当前的被动投资牛市可能会以眼泪告终 尤其是对于那些不进行资产再平衡的婴儿潮一代 他指出尽管技术不断进步 金融产品层出不穷 但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从未改变 如今超过70%的美国家庭金融资产集中在股市中 而仅有8%在债券中 许多人没有选择获利了结或再平衡他们的投资组合 而这正是在历史上最昂贵的市场之一 Rosenberg强调股市的高估值和集中度风险极高 一旦市场下跌 流动性危机将会加剧 最终将导致退休危机 The Globe and Mail and PTS综合指数 在本周交易结束时下跌了0 3%今年以来上涨了4.41% 该指数的相对强弱指数 RSI为37 接近技术性买入信号赛事 加拿大公用事业公司 Emeral公司和Live Properties & ReIT 是最超卖的公司 而Parcland Corp Corp Canadian Western Bank Cargill Tint 则是最超卖的公司 Weight Connections Inca 是唯一一个创下52周新的公司 而Rio Canard ReIT's Inmaster Corp Mty Food Grouping Grouping Tint 和Interfer Corp Petrol创下了52周新低 The Toronto Star Harp 也则增强其平台中的人工智能功能 在其半年度展示活动售货法 Edit上推出了超过15理想新产品 其中包括一个新的Ri工具 可以为商家提供个性化的客户 邮件回复建议 Ri还将帮助商家分类产品 建议颜色尺寸材料和风格等属性 以提高商品的可发现性和销售量 除此之外 SuperFi还推出了一个允许商家 为社交媒体广告设置更精确预算的程序 并且只有在新客户购买时才收费 SuperFi的这些新功能 旨在使其平台更加强大 帮助商家更好的扩展业务 环球邮报报道 英国王室再次面临医疗紧急情况 安妮公主在家中发生事故后 因脑震荡住院 宫廷官员表示 事故发生在周日晚间 地点是她与丈夫蒂莫西、劳伦斯、富海军上将 及其子女居住的加特科姆公园庄园 事故发生时 安妮公主正在庄园内一群马附近行走 可能是被马头或马腿撞击 导致头部受张 她随后被救护车送往布里斯托尔的南米德医院 接受检查和治疗 安妮公主预计会完全康复 但她将取消原定于周日飞往圣约翰斯的行程 以纪念纽芬兰国家战争纪念碑百年 医生建议她取消此次行程 并且她还将错过日本天皇和访问期间的国宴 安妮公主的兄长查尔斯三世国王和威尔士公主 也在接受癌症治疗 尽管查尔斯已经恢复了一些公务 但凯瑟琳仍然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独立报》报道 安妮公主在加特科姆公园庄园被马蹄伤后住院 现年73岁的安妮公主是一位奥运奖牌得主 事故发生在周日晚间 她在格洛斯特郡的庄园内行走时被马蹄中头部 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到现场 公主在现场接受了医疗护理后 被转移到布里斯托尔的南米德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和观察 《白金汉宫》发表声明称 安妮公主受了轻伤和脑震荡 目前在医院接受观察 预计会完全康复 将错过本周的多个活动 包括日本国宴和加拿大访问 安妮公主以其对马术的热爱而闻名 她是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英国王室成员 今年6月她还参加了颜色部队阅兵一生 雅虎美国报道 安妮公主在加特科姆公园庄园受伤后住院 现年73岁的她是查尔斯三世国王的妹妹 事故发生在周日晚间 《白金汉宫》发表声明称 安妮公主在庄园内发生事故 导致轻伤和脑震荡 目前在布里斯托尔的南米德医院接受观察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但据悉当时附近有马 她的伤势与被马腿或马蹄撞击一致 宫廷发言人表示 安妮公主本周的所有活动将被推迟 包括计划中的加拿大之行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查尔斯国王和威尔士公主凯瑟琳也在接受癌症治疗 查尔斯已经恢复了一些公开活动 而凯瑟琳则仍然很少露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发展 缺乏旋律原创性和歌词细腻度 那使得我们崇尚独立乐队的真实性和机制 认为迪翁的音乐过于直白和缺乏幽默感 然而音乐评论家卡尔·威尔逊的书 Let's talk about love of her Why other people have such bad is that building a world of 他指出迪翁的音乐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 是因为他的听众多为缺乏社会优势的群体 如中年妇女家暴受害者和囚犯的 如今我在写阿代尔时 会试图设身处地理解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共鸣的听众 迪文的个人经历也充满了坎坷和坚持 从小在贫困家庭中长大 经历了多次失去亲人的痛苦 他的音乐在某些时刻能够触动人心 让人无法抑制情感的宣泄 The Globe and Mail 爱博塔省政府最新指令 将在9月开始对学校中的智能手机使用进行限制 这一指令虽然细节不多 但明确指出智能手机的干扰会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 研究显示 手机的存在会让学生难以集中注意力 并且需要20分钟才能重新集中 英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学校在移除课堂中的智能手机后 学生的学习成绩显著提高 尤其是表现不佳的学生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VC D主持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 智能手机干扰与学生成绩下降有明显关联 尤其是数学成绩 爱博塔省的PIS数学成绩在过去20年中下降了45分 相当于两年的学习损失 尽管爱博塔省政府表示会有一些合理的健康和教育需求例外 但要实现消除数字干扰的目标 省教育部必须明确支持学校当局和教师的执行工作 尽管对政府的禁令应持谨慎态度 但在K12公立学校中禁止智能手机是正确的举措 The Globe and Mail 加拿大资本收益税的即将上调 正在改变投资者的税务收割策略 根据SKTEC本策略团队的研究 加拿大的资本收益税将在6月25日实施 超过25万家元的资本收益将按67%的比例 而不是50%来计算 这促使高净值加拿大人提前进行税务损失收割 以在50%的税率下锁定净收益 同时重置投资的成本基础 SKTEC本团队列出了可能反弹的股票名单 包括Veron Inc Nexion Energy Limited Sanova Synergy Inc Tourmaline Oil等 BMO高级经济学家Sagwa Cherry 讨论了移民和国内住房市场 指出人口增长将支持住房市场 但移民政策的调整可能会是增长放缓 RBC全球股票策略研究主管Laurie Calversina 则认为美国市场可能已经超前 支出市场对利益和通胀的过度乐观 可能导致短期内股市的过热 美联社报道 北美的汽车经销商正面临着巨大的运营中断 这一切源于上周对一家广泛使用的软件公司的网络攻击 CDK Global这家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霍福曼庄园的公司 提供软件技术帮助经销商处理日常运营 如车辆销售 融资 保险和维修 上周三的连续网络攻击导致系统关闭 影响了超过15 零个零售地点 许多经销商不得不转向手写订单的手动流程 Standventus 福特和宝马等主要汽车公司正确 CDK的停运影响了部分经销商 但销售仍在继续 Group One Automotive Inc 也采取了替代流程来保护和隔离其系统 直到CDK的系统恢复 《环球邮报》报道 上周道格福特 福特呼吁沃泰华 B级匹配或超过美国对中国人工便宜的电动汽车进口的薪税 这是不可避免的 联邦政府将不得不听从安大省省长的建议 尽管这可能会阻碍联邦自由党到2035年实现 百分之一百零排放车辆销售的气候目标 但在建造供应列和将加拿大中部变成电动车工业中等强国的梦想面前 这些都是次要的 这些都是次要的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 包括电动汽车电池和电池组件的 提高关税甚至将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100%以上 尽管加拿大目前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仅为6 但随着中国制造的特斯拉等电动车进口激增 加拿大需要避免成为中国电动汽车和零部件的后门市场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表示 政府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和其他盟友的举措 并在本月的G7峰会期间进行了重要讨论 《环球邮报》的另一篇文章中 沃泰华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托马斯·朱诺探讨了 加拿大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的决定 虽然这一决定在理论上是合理的 但在执行上却存在复杂性和资源限制的问题 革命卫队在加拿大的活动对伊朗 与加拿大人权活动家及其在伊朗的家属构成威胁 但列为恐怖组织将涉及数十万现役和前任成员 包括义务兵 加拿大已经难以履行现有的制裁承诺 更不用说新的广泛制裁了 许多专家认为针对性的制裁将更加有效 避免无辜者被卷入 吸入它 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已经人手不足 难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威胁 长期以来 加拿大在国家安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缺乏联系 在国家安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的新冠的战略 往往是出于国内政治压力而做出反应性决策 而不是基于对威胁环境的理性评估 多伦多新报报道 Enbridge 公司与六国能源开发公司计划在萨斯卡车温省 维本东南部开发一下风能项目 六国能源开发公司由卡维斯盖斯固典 Commitials 贝尔等原住民和梅蒂斯民族组成的联合体 这个名为七星能源项目的风能项目 预计将生产200兆瓦的电力 Enbridge 公司将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开发建设和运营该项目 并且原住民和梅蒂斯合作伙伴有机会获得至少30%的股份 Enbridge 公司正在与萨斯塔尔公司上讨长期购店协议 以支持预计在2025年做出的最终投资决策 《多伦多星报》还报道了一栋位于saydravel的全玻璃墙住城 这栋现代风格的定制房屋售价为230万美元 但已经在市场上挂牌超过两年 最初上市价格为360万美元 尽管拥有开放式主层 厨师级厨房 三间卧室 四间浴室 和一个完成的地下室 但这栋房屋的玻璃墙设计并未吸引到足够的买家 专家表示 尽管玻璃墙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 并在过去十年中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但在《多伦多》的寒冷冬季 这种设计仍然是一个小筑市场 房地产经纪人和设计师指出 尽管玻璃墙可以提供自然光和美景 但其保温性能较差 导致冬季取暖和夏季降温成本较高 此外 隐私问题也是许多潜在买家的顾虑 尽管有多种方法可以通过设计解决隐私问题 但大多数买家最终还是会选择更传统的专访设计 《环球邮报》道道 韩国一家锂电池工厂发生多次强烈爆炸 导致火灾并造成22名工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是中国籍工人 这起事故发生在首尔西南部的华城工业区 有主要电池制造商Ariso运营的工厂被大火吞噬 火势持续近6小时才基本被扑灭 火灾发生在上午10点31分 约35 零个电池单元在仓库内爆炸 具体原因尚不明确 以嗓列词救援人员难以辨认死者身份 火灾还导致两人严重招伤 韩国总统尹西岳欣赴现场视察 内政部长 李湘明呼吁地方当局采取措施 防止有害化学物质物展周边地区 Ariso成立于2020年 主要生产用于传感器和无线通信设备的 里依次电池 用48名员工专家指出 由于电池材料溶溺的易燃性 火灾漫年迅速 工人几乎没有逃生时间 此外工厂使用的极其有毒材料 可能也是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 韩国近年来努力改善安全记录 但每年仍有数十名工人在工业事故中丧生 促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 只在对公司高管在发生致命事故时 是以可能的监禁刑法 韩国也是电动汽车 锂离子电池的主要生产国之一 并且其第五大汽车制造商 现代汽车集团正大力推动从内燃机车 想变动汽车的转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 premier订阅所有工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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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